大家好 刚才我在收费报本来要给你们拍的这里的中餐 改良的中餐 他不让拍那个保安跟我说不要拍 店家投诉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一个日本菜 韩国人做的 韩韩国菜 然后他也改良了 有点接近那个 洋人的口味 所以这里其实 其实吃不到正宗的中餐 他们都改良了 所以他做个馒头就像海绵一样 就是很软软的 你吃不到那一面馒头 更主要的是它加了很多糖 所以吃不惯 你再也吃不到 出国再也吃不到非常正宗的 甚至吃肉加馍都吃不到正宗的 像我们这吃了时间长的 想都不敢想 想了就流口水 然后你也买不到那个正宗的 我这个城市是没有的 你听他们说奥克兰女 但是也改良了 因为他要应和那个洋人口味 不能完全应和中国人 毕竟不光是中国人 是他的客户 所以好多人都会坐在家里边 有家里有老人的 我是不愿意花很多的时间 去弄这些东西 所以我也不会 以前在中国也没做过 东西都那么便宜那么方便 大家都去买 然后以后也懒得做 其实YouTube很多 就可以教的这么做 就是我懒得做 所以呢 最有口服的是中国人 可以吃那么多的好吃的东西 全世界最好的好吃的都在中国 就是中国人做的 如果再不要有一些危险的食品因素 那真是完美的 就是全世界人向往的地方 全世界的美食天堂就是中国 哎呀我们在这就瞎吃了 哪个地方都有 也没办法挑了 因为吃不到正宗的嘛 所以我还是就喜欢吃这个日菜和韩菜 他们做的接近中国人的口味 但是呢 只要他不放我一斤 尤其是我了 也不敢吃我一斤 所以就 就 就 就这么吃了 虽然很便宜 我们也不是经常来吃 我们中国人都喜欢在家里做的 很多人都不上班 在家做的 所以我 我 我就是 忙不过来的时候 到吃饭点 还没吃饭 就再吃一个 本来要给大家介绍世界各地的 那个当地的 这个 快餐 看看 让你们看看价格 结果那个人 店家一投诉 我 马上就M包啊 来找我 不让拍 好了 给你们讲讲就行了 我要开吃了 谢谢